颜值不如爹的新二代 第一对 张伯宇 张峰义 张伯宇是张峰义和吕丽萍所生 爹娘颜值可是娱乐圈有目共睹的 张峰义更是几代女观众们的男神 而张伯宇丑得都被亲爹嫌弃 剧传张峰义闲儿丑与他二十年断联 第二对 周厚安 周华健 周华健作为歌坛元老级的人物 年轻时给人一种奶油小声的感觉 混血儿子周厚安如今才年过三十 就像位中年大叔 甚至看起来比老爹周华健还要老 第三对 谢霆锋 谢贤 年轻时的谢贤英俊帅气 如今年近九十 身上的那种洒脱不羁的气质依然存在 虽然谢霆锋颜值也不低 但是跟当年的谢贤相比 根本就不是一个咖位 第四对 苗俊 苗乔伟 苗乔伟曾是当年 香港娱乐圈无苦中的一员 当时出演的角色各个都是帅哥级的 更是被称为最帅杨康 而儿子苗俊颜值就不值一提了 脑门大 小眼睛 微微爆哑 跟老爹颜值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第五对 钟家俊 钟振涛 钟振涛那文质彬彬的形象 令人印象深刻 气质偏偏吸引了不少观众 连张信哲都曾夸他是白月光式的偶像 而他的儿子钟家俊颜值让人不忍直视 肥头大而一点看不到老爹的影子 第六对 郑中鸡 郑东汉 郑东汉曾一首捧鸿张学友 谭永林 许冠杰 邓丽君等港台歌手 名副其实的娱乐大亨 如今虽年过花甲 但他的颜值如同他的地位一般经久不衰 而儿子郑中鸡颜值却远输老爹 还被网友调侃撞脸月云鹏 第七对 赵又廷 赵树海 赵树海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位男演员 年轻颜值英俊潇洒 一副贵公子的形象 儿子赵又廷不管人气还是颜值 都远远落老爹太远 第八对 王爷 王志飞 王志飞的长相可以说是同名人中的翘楚了 王爷是王志飞成名前和前妻所生 但是王爷的颜值一言难尽没有老爸帅 身材肥胖 五官粗鲁 第九对 陈尊佑 陈坤 陈坤年始脸上线条有棱有角 眼神犀利深邃 一副问问尔雅 贵公子的形象 而陈尊佑的颜值远不如父亲陈坤 二十岁的长相比父亲还着急 第十对 向左 向华强 向左出生在一个富有 具有知名度的家庭 他作用无数娱乐资源 他的爸爸向华强是香港娱乐界 电影界大亨 永胜 中国新的老板 向华强的颜值也是非常高的 虽然也是打心 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儒雅 还有一种贵族公子哥的味道 向左的颜值比起自己的亲爸 还是差很多 你认为谁最浪费老爹的好基因 感谢观看